迫近的方式 还是骤然的变换车道 或者是用其他不当的方式来逼过对方 去让道 都是有可能构成恶意逼车 依法是可以开罚的 嗨大家好 我是苗星律师 在今年三月中 台68线传出了一辆重击 行驶在快速道路的内侧车道 就突然遭到后方的车辆 恶意的往左追撞 就第一时间呢 行车记录器释出之后 网友呢纷纷痛骂 后面的这个驾驶B&W的车辆 简直是蓄意的杀人 但没想到过了多久 这个后方的驾驶呢 也提出了行车记录器 反控是前面的重击骑士 恶意B车 那画面中是可以看到 这个重击呢 确实是有超车过后又刻意击下 然后把这个距离抓得非常近的状况 双方到底是谁错谁对 那我相信很多的用路人一定也都会觉得 在台湾啊 恶意B车的情形非常的常见 那是不是罚则都很轻 才导致这样的状况啊 首先是客观的来看 那开头的这支影片 影片当中的这名重击驾驶 由于他有这种破禁啊 或者是不当的方式 来逼迫对方让道的情形 所以确实是有可能构成恶意B车的状况 那依法是可以开罚 6000元到36000元不等 那我相信一定有人会想 像这样车子呢 很奇怪的突然跑到你的前面 去做击杀 这种B车的行为 会不会构成一种犯罪 老实说哦 这有点像是我们现在法律不足的地方 先告诉大家结论 很可能不会构成 但具体的原因 我们等一下再做说明 至于后方的这个B&W的驾驶 刑事责任就非常明确 因为在画面当中 他有一个突然向左偏的状况 而去插撞到了这个重击驾驶 让他摔车 其实是很有可能构成 故意的伤害罪哦 那另外就是啊 这个车祸发生过后 这B&W的驾驶 当下是直接离开了现场 虽然后续从新闻来看 警方是表示 这名驾驶是有自行的道案做说明 但是由于他撞了人就跑了 就这件事情本身 还是很有可能构成教师讨一罪哦 那再来讲讲 关于恶意B车这件事情 我们法律到底是做了什么样的处罚 是不是说处罚都太轻了 导致一般人都不怕 才会发生这么多的问题 其实关于我们俗称的恶意B车这件事 在我们的交通法规上面 它并没有写得这么明确 大致上就是说 如果你是任意的 用破禁的方式 还是骤然的变换车道 或者是用其他不当的方式 来逼迫对方去让道 都是有可能构成恶意B车 依法是可以开罚的 那到底罚则是多重 像这样子这么危险的情形 我们的罚则其实只有6000元以上 24000元以下的罚还 是在今年的4月中 才修法把这个罚则 提高到36000元 那如果恶意B车的情形 比较严重一些 警察认定属实 是可以吊扣这台汽车的牌照 6个月 那如果B车还造势发生了车祸 甚至造成他人损伤的状况 那依法则是可以吊销驾照 那你可能会想说 那到底吊扣跟吊销差在哪里 吊扣6个月的意思就是说 6个月后 牌照会还给你 那如果是吊销驾照的话 这个驾驶呢 依法是3年内 是不能够再考 也就是说3年过后 骑满了 你要再去重考 不过目前实物上 像我们多数看到 有点类似于B车的情形 比较常见的处罚 大多数是 停留在罚则的部分 吊销驾照 反而是没有这么常见的 那我相信很多人会想说 难道像这样B车的行为 不会构成犯罪吗 不是听说有什么 公共危险罪吗 关于这个部分 过去就有立委 曾经做过研究 像恶意B车这件事情 从2017年到2020年之间呢 每年大概只有开罚 800到900件 而且平均每件的罚则 换算下来只有18000元 但其中因为恶意B车 而被吊销牌照的建筑 每年平均只有20件上下 其实看看这个罚金就知道了 像这样子几千块 了不起一万多块的罚金 往往是比那种什么跑车啊 或是重机 一次的保养费用都还要来得低 所以其实恶意B车这件事情 在台湾真的是算 罚得蛮轻的哦 那至于刚刚讲到 公共危险罪这件事情 也有同样的立委做过研究 那从1997年到现在 用一些B车的行为的关键字 去做判决的检索 发现从1997年到现在 总共只出现了51件 等于是每年下来 因为恶意B车而被判刑的人 可能才两三件而已 不过当然有少数比较严重的前行 那因为B车而被判了中罪 过去就有一个发生在彰化的案件 那起因是因为民众呢 在路上跟人家骑了口角啦 结果他就用汽车多次呢 故意的往这个前方的机车方向去做B警 那最后是导致这个前方的机车 为了闪躲他 失控撞上了电线杆 那法院最后就是以伤害致死罪 判处这一个后面B车的民众呢 9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 不过像这样的案子哦 通常是出了大事 才有机会被判刑 而且案件的数量是非常的稀少 那对比之下可以参考的是日本的规定 其实日本关于恶意B车这种行为呢 在多数的情形下是很有可能构成犯罪的 在日本的刑法规定里面 就有10种可能会构成犯罪的危险驾驶行为 譬如说逆向啊 或者是急煞车 不保持正常的车距 突然变换车道 还是狂按喇叭 逼靠蛇行等等的方式哦 这些情形在日本的规定里面 如果严重的话 最重是有可能被判到 无名以下的有期徒刑哦 那对照到我们刚刚开头提到台湾的规定 除了针对恶意B车的行为 规定上不清不楚之外 罚则也非常轻 而且刑事责任还非常不容易构成 甚至一年掉扣的牌照 也不过20件上下 而且6个月后还可以发缓 就可以知道 在台湾的道路上驾驶 需要多大的勇气 大家又怎么想的呢 会觉得我们的交通规定 有什么不足之处吗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下方 说说你的想法 就这样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